好 再来看到金管会破天荒 被检调搜索 台中商营被挪用公款 弊案爆发了案外案 检调搜索发现金管会检查局 一名这个集合人员疑似是内鬼 台中商营发生重大弊案 被挪用公款 结果爆发案外案 金管会检查局遭检调搜索 原来疑似有内鬼将机密资料 泄露给台中商营 千董市长王贵峰挪用 十亿元公款买飞机豪车自用 传出金管会精简期间 理性集合员用手机翻拍 精简报告传给王贵峰的密书 检调单位扣押密书的手机 才寻现查出这起案外案 并破天荒搜索金管会 已读知罪将该名集合人员 另案起诉 本局已经将该名同仁 调离警察工作组别 调整检查职务工作内容 未来将依照本局的内部规定 对该名同仁进行惩处 这名理性集合人员从金融局 就在检查单位到现在从事 精简20年非常资深 对于出现内鬼 金管会检查局副局长赖新国指出 这是个人行为 深表遗憾和震撼 并将深切检讨 但其实过去也发生过 首位检查局长李京城也泄明过 这一次是金管会成立20年来 爆发第二宗检查局同仁泄明案 东森财经新闻 中午军流营在台湾罗 看盘不通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 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东森财经24小时股市直播